主席有请张部长 有请张部长 部长好 今天的新闻有说就是两岸货贸谈判 现在已经差不多进入收尾的阶段 但是好像台湾争取所谓实化面板 汽车整车切销工具机的四大产业的降税 好像全部都落空了 那这个部分我想请问一下 部长是不是这些所谓台湾强项的这些产业 降关税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完全都没有希望了呢 应该也不是 因为这几项产业 我们非常坚持我们所要求的 目前对方也没有同意 所以还僵持在那里 并没有做成结论 我们也没有退让 我们也没有接受他们提出的版本 所以这些重要的产业 我们没有在达成最后共识的情况之下 这个货帽也不能够算是谈完成 所以部长很有信心 就是有关于这四大产业的部分 这个关税的部分 我们都能够把持我们自己的原则 到最后应该是这样子吗 没有说 像面板或实话这个部分 其实投资来说都是上照的 所以如果说这个产业 因为当时服帽是牺牲了台湾的所谓的服务业 那就希望说在这四大产业里面 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些空间 那如果连这些产业都被牺牲了 然后服帽的服务业 本体服务业也被牺牲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不知道能不能 就是部长的这些作为 是否可以得到 对国内是否有个交代 对 陈委员 我要说明一下 我们并没有牺牲掉台湾的服务业 这一点我要澄清一下 那么服帽有的是 其实那时候就是一个平衡的理论嘛 所以那时候有舍有得嘛 所以你舍了台湾服务业的 不要说牺牲就舍了一部分 有一部分会受冲击 有一部分是我们有机会 但是相对在你这个谈判过程中 其实就是要坚持这四大产业 所以在货帽的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比如说 汽车 石化 工具机跟面板 是我们非常坚持的要求 那么目前在出价要价方面 这个还在协调 对这个部分我希望部长能够坚守你现在在这里所做的承诺 因为我想服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 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我也希望说你从中得到教训 不要到最后好像两边就是服务业这边有舍有得也舍掉了 然后这边两岸货贸谈判也不如预期就是像部长长这么有信心 那我想到最后可能很难通过 这一部分我其实跟我们参与谈判的同仁都跟他们要求 我们不会轻易推荐 所以我们的立场就是一定把持住这四大产业 因为不可以说两岸货贸也牺牲打 服帽也牺牲打 我觉得这个可能 不会不会不会 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不会因为我们整体谈判我们都有整体的策略 有一些当然我们可能会要放 但是有一些我们要的一定要到 所以我希望你又坚持了 是 好 谢谢 那主席有请管主委 好 有请管主委 陈委员好 诶 主委好 呃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 就是 你们在第七页 其实就像林委员讲的 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报告书其实 跟之前的相较来说 其实很多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 那在第七页有提到一些量化的效益 包括你说什么 投资额啦 就业人数啦 贸易额啦 可是原来我们上次有讨论过 就是你的资金区 其实就从自贸港区的基础上来推动的 那你预估到104年贸易额可以达到1兆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你觉得是估得太高还太低了呢 这个目标对你来说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当我们是尊重主管部会他的推估 然后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你觉得一兆说很有信心 这是你的目标值 还是你真的有办法可以推动到这样 因为平均来说台湾目标值 所以有可能也做不到 因为台湾一年的贸易额就已经17兆 如果相较你一兆来说 其实这个不算什么 可是你既然连一兆你都没有相对的信心 我没有说没信心啊 我跟委员报告 譬如说我们去年就要前一年的这个 我们才开始了一小部分的时间 我们的成长就已经将近四成 因为我希望说 因为之前的自贸港区 其实推动的基础上不是这么的乐观 也不是这么的理想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至今区的部分 我们不希望你把饼画得这么大 可是实质上 你们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那这样对你们来说 其实只是更多的伤害而已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一直在画大饼 而且这个 以照来说 对整个台湾的贸易额来说 其实也不是占很大的一个百分比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制化区规划了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 但是在制造业这方面好像比较弱 弱一点点 那其实制造业跟出口贸易 应该是台湾经济的最主要的根本嘛 那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 主委这边有认为应该要加强的部分啊 比如说引进比较优质的一些制造业 或者是将科学园区跟张宾工业区一起加入 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些想法 委员这个讲得非常好 制造业的确是我们出口中间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当初规划 希望能够在制造跟服务上的结合 所以譬如说我们的物流中间怎么样利用 前店后厂 那事实上也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制造业 现在这种纯粹的这种制造比较困难 但是呢像刚刚委员提到 我们像规划中间 不管是目前的工业区 科学园区出口区这些都可以规划 是可以变成示范区的一部分 只要提出深色 张宾工业区我们现在也正在努力当中 张宾工业区牵涉到一部分 是跟开发成本有关 这些东西还在有待协调 因为制造业跟出口贸易 其实是台湾经济一个很大的重要根本 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你还是不要把它忽视掉 不会 谢谢委员提醒 所以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回归到这福茂的这个部分 就是吸引国际人才 这个部分其实是你们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那我想请问一下 反过来我问你 如果现在只要 譬如说他的条件是20万美金 只要投资20万美金 那他就可以带6至7人进来投资 那是不是如果只要是符合条件 他就可以进来了呢 如果是符合符帽 因为符帽是全国适用 所以我现在 可是我现在反问就是 我用另外一个方向问你 是不是他如果符合 就是只要投资有达到20万美金 然后他就可以带领6到7个百领阶级的 或者是人才一起进入台湾来投资 是不是只要符合规定 你们就让他进来是这样吗 如果符帽通过的话 如果符帽通过的话 那他就是一支只要投资20万美金 达到他就可以这样进来 那就照着那些规定走 所以这就是 就是只要符合这个规定 他就可以进来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到底你们有没有做 未来大陆员工引进的一个 总流量管制的一个规范 因为总不可能说 我今天有可能一家公司 投资到100亿 200亿 他说最多 比如7人是最多 制多 我指的是总流量的一个管制 这个委员问题很好 因为你符帽去年就签了 那你现在也急着就要通过了 我实际负责 不过委员这个问题很好 我再确认一下 因为符帽真的不是我实际才能 符帽我是请经济部 部长这边符帽是你们这边 算是主管 包括你们的次长也都是去 因为针对人台的部分 来是是张部长您先上座 先停止那个咨询时间 好来 OK 你那个程委员的问题 要不要再问一次 我先请问一下 你把他们问傻了 不是 是因为基本上这个 呃留住人才是国发会 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嘛 那像回归到我问你说 那符帽我们现在的规定是 20万美金投资就可以 带6至7人的白领阶级进来 那我刚问管主委 他说符合这个规定 他就可以这样子的操作嘛 没有错 那我现在反问说 那请问如果这都符合规定 那请问一下 我们政府到底有没有做一个 未来大陆员工引进来台湾 有没有一个总量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政策 总不能说一家公司 他投资了100亿200亿 然后你就无所谓他带几个人进来 没有没有没有 那会不会动成就是假投资 真移民 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点 会不会 都是以7个人为上限 所以今天如果他100亿200亿 他也只能带7个 都是7个人为上限 有一部分是跨国企业员工的调度 那个也是一样 都一样以7人为上限 一个是专业的 另外一个是他投资人的 都是这个7个人上限 而且都是以居留的 没有所谓的移民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总流浪管制呢 这个政策呢 有没有做一个总量嘛 你多少人不可以 总共偷偷到哪一个扣打了 就不可以再进来 有没有 就是 就是只要针对 因为这是大家都没有谈论到的 这个问题 不会没有像那个 呃 观光客那种 一天 不是我讲的就是投资嘛 只要符合20万美 对 就是不会像那个观光客说 一天不能够超过多少人啊 所以我们台湾政府 各别产业有7个人的限制 所以部长那我这样讲对吗 就说我们在 虽然我们急着要 通过福茂经济才会好 等等这些包括经贸区这些等等推动 我们都要推动 但是 我们台湾政府没有针对 未来大陆引进的人才去做一个 总流量的管制 总量管制 对不对 我只需要这答案 呃 没有所谓的总量管制 所以嘛 但是呢 所以这个这么重要的东西 但是没有 没有直接对总量管制 可以 可是这个评估你应该要做出来的啊 因为 第一个回归到国发会 留住人才 吸引人才 都是国发会很重要的政策的面向 应该没错吧管主委 对 那针对你经济部这个部分 包括可能未来联合 譬如说 陆委会那边有一些什么移民署 一些人格管制等等 这些你们都应该在通过服帽之前 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急着要上路之前 你不是都应该要做一个总量的评估吗 对 那为什么到现在 针对引进大陆 进来人台的人 总共的总量 你们却没有一个评估 跟一个控管的一个人数 这个怎么会什么都还没做 其实 我刚才说明就是说 个别产业它都有七个人的限制 今天如果说有多少个大陆人 不早 我了解你的意思 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就不会超过一个限制 我指的就是 你们大家谈的都是国安什么什么等等 但是总流量控管在我们服帽 就是在这样子 总流量控管其实不只是服帽 部长我觉得执行面跟政策面要结合 对整个大陆人士来台 这个东西是你们专业 你们要去做评估去做考量 这才是你刚刚所说的 对台湾好的事嘛 这个感谢陈委员 你把他们真的点出现在政府 所以你说RIE你有做吗 这个